Hello 大家早晨 其實今期的VLOG 我只是想挑戰一下 在香港用100元港幣過一天 香港人說到處都是這麼高消費的 雖然說我已經用了32元去喝這杯茶 大家跟著鏡頭跟我一起去就可以了 好嗎?一起喝杯 嘩 好熱 在搭電車前跟大家說一說 其實我現在身處在重鑼灣的鵝頸橋 就是這條橋的這一隙就叫鵝頸橋 這裡最有名的是什麼呢? 第一就是有很好吃的橋底辣椰 第二就是有很多人會來這裡打小癮 大家會看到我身後已經有很多攤檔被人打小癮 我們現在就去電車站 帶大家先去我們的第一站灣仔 我現在就在電車的第二層這裡 不知道大家知道嗎? 前陣子香港的電車就拿了一個見歷史的世界紀錄 這裡有我很喜歡吃的麵 各式各樣 腸粉全部都有 還有很多香港的懷舊小食 就是在這些小攤檔買的 有什麼呢? 還有蛋卷 還有這個合桃酥 還有我小時候婆婆經常買給我吃的光酥餅 有沒有人喜歡吃光酥餅? 告訴我 還有這個 南乳餅也很好吃 糟糕了 開始下雨 每次我一拍片她就下雨了 幸好我有大姐 其實我覺得在我內心深處 香港一直都沒有什麼點變 好像那些老建築 還有傳統的交通工具 那些全部都還在 還有一些很地道的港式小食 來來去去 我只是喜歡吃那幾樣 你們可能會說 會不會很無聊 我又覺得不會 其實這些東西有點像是習慣 我覺得當你習慣了之後 就很難去割捨它 我會看到我的時間 好 謝謝 我先知道 是 我會是 我的天天 我想我會